我要怎么还呢 我说那现在来到台北 他就要当他在台北还愿了 所以我今天深复动任而来 就是受到这个企业女企业家的委托 送了三千六百个蛋 来给大家分享 你看他送了四千万 那时候是富邦在做彩券界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有梦最美 有买有希望 我今天也买了两张彩券 那今天只要买彩券 老板送多少个鸡蛋呢 今年是金鸡年 金鸡要下蛋 下几个蛋 下八个蛋 八个蛋是什么 八个零 八个零的话 后面就是代表说 你可以中上亿的啦 不是几千万而已啦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呢 不要让这些彩券行都倒光了 这样也不太好 我这个富邦街这一代呢 还有那个乐力路那边 导了很多店 包括彩券行导了很多 那现在大家生意都不太好 台湾的经济不是太紧近 我们呢只要花一两百块钱 就可以买到我们的希望 可能也像我的朋友一样 一次就中几千万 或者中上亿的 是 老师您说你现在在台 就是比较常常在做直播的工作 台湾直播跟以前的直播 可以看一下 好 我这半年呢 几乎都在做直播 那我礼拜四礼拜五的中午12点10分呢 我是做命运风水的直播 那我现在呢 都会做一些 像是开卖公司的直播 当然我会介绍一些店家啦 餐厅啦 甚至呢 不同的行业 各行各业啦 因为我的朋友有很多嘛 甚至那个进口锅子啦 我也会介绍一下 那当然 这就是呢 我希望呢 带众呢 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兴盛 那我觉得呢 我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呢 直播完全是免费的 可以上我的YouTube上面点阅 像我现在已经预录了 2018年上半年 除了2017年的下半年的 十二生肖的运势以外呢 2018年上半年的生肖运势 我是一个一个一个路啊 比如说鼠牛鼓 肚子龙子 就分开路 那这个分开路还不打底呢 老鼠呢 它不同年次对不对 73年次 61年次 我是分开讲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趋吉避凶 也能够帮助大家呢 在每一年的好运呢 赶快到来 然后快运 趕快去 这种 对 那你刚刚有直播 是可以跟大家进行这种互动 是 以前这个上节目 大概不一样 哦 完全不一样 因为做直播呢 它是可以跟观众互动的 但是呢 如果是说做节目的话 你就是坐在台面上 然后呢 主持人问你什么 你就会回答什么问题 那没有办法跟这个观众互动 观众的距离感就很深 但直播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 就贴近我们的民众 而且呢 贴近我的粉丝 我现在非常多的铁粉 真的会有很多铁粉 也非常感谢他们 几乎每周是中午 因为我选择中午的时间 是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 那中午就一面吃饭 就一面可以看我的直播 而且呢 也可以跟我互动 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比如说你有命理的问题 你有感情的问题 你有财运的问题 甚至呢 家庭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都可以在直播上面问我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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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都